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我再给你们分享 很重要的理念 OK 我要再提醒你们教你们 记得Body Key重点是在这边 Body Key教人不是教你吃一些减肥的东西 跟你减掉就算了 Body Key不是这样 你一定要搞清楚 OK 那个不是Body Key Body Key整个的理念就是 教你怎么样吃正确的营养 正确的营养帮你减掉身体的脂肪 同一个时间 你要培养出对的生活习惯 Body Key不相信 你减了肥又回来 又复胖 减了肥又复胖 所以大多数是面上叫人家吃营养 吃那个减肥的东西 那里面是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 OK 吃了我马上紧瘦下来 问题是你可以瘦下来很好 但是你不懂得怎么样生活都没用的 因为你迟早又回去 複胖了像以前 因为你的生活习惯不改 所以Body Key记得 Body Key好在这边 Body Key强调就是 你的生活习惯要做对来 所以在你在做Body Key之前 我不懂哪里去了 那个你有做这个评估 个人化的评估 如果你们还没有做个人化的评估 拜托你去做一下 个人化的评估 他会问你很多的问题 应该60多个问题 这个是M位公司 M位公司他召集了世界各地的专家 好像健身师 营养师 Dietation等等 所以他请这些人来 把他同胞犯进去想出60多个问题 他们要DOT DOT了这60多个问题 就会知道你整个人的身体的状态 然后就从那边可以懂得 怎么样去减肥 哪六方面 怎么样去减掉你的身体 调你的身体 所以个人化评估很重要 如果还没有做 你一定要去做一下 然后个人化评估 你要一直看你的个人化评估 因为那个是你的目标 因为他里面清楚跟你讲 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你正确的状况是什么 那个就是你的目标 刚才讲的 OK 之前跟你讲的那个video 所以记得Body Key 不是叫你吃减肥 都要切了减掉 然后就不理 不是这样 再讲一次 Body Key是教你 健康受伤 必须注意的六大方面 生活方式的钥匙 Body Key是教你怎么样生活 因为目标就在于 M位的这个 Nutralite整个在于就是 他不要你减了肥 又回来 你又腹胖 他不要 他要你减肥以后 你懂得怎么样生活 你懂得怎么样饮食习惯 你就不会再肥 OK 所以这六个 你们要记得 所以我再带过一下 这六个 六个 这个OK 六个 所以充足的睡眠 适当的饮食 良好的用场习惯 输解您的压力 日常运动和活动 正面的形态 这六个东西很重要 我们大概再播出一下 健康受伤必须注意到六大方面 生活的钥匙 6th area of lifestyle to work on 你一定要work on 这个字work on 这是你要努力的 OK 记得啊 你们一定要记得 这个是重点啊 你要努力去达到这个目标的 第一就是diet type 注意你的饮食种类 你要注意 你所吃的东西跟你讲过 low carbohydrate 你不要吃这么高的淀粉 因为淀粉太高 它会储存脂肪 OK 第二就是low fat diet 然后后面很多 外面很多你煎炸 有腻啊 有很腻的 很油腻的啊 这些东西啊 你一定要cut down这个东西 这个是你的饮食种类 这个东西不是现在你减肥做不好的 这个东西你要培养出这样的习惯 培养出这样的习惯 培养出这样的生活 习惯生活方式 就是说你一世人 吃东西就是 第一烫水化合物 第一脂肪 就对了的 一世人要这样生活 所以你 那你可以这样60天 如果你连续45 60天 一直这样吃的话呢 基本上21天啊 21天会培养出一个习惯 你只要继续这样21到61天啊 你已经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 圣经教我们嘛 脱下旧人穿上新的 记得吗 用取代的方式 所以这个就是教你怎么取代掉 取代掉你旧的不对的模式 吃很高的淀粉 很油腻 很煎炸油腻的 所以这里教你 你的生活要改变 生活方式 低淀粉 低脂肪 OK 很重要的 37 studies report every 1% decrease in calories from fat decrease body weight 0.2 kg 看到吗 很肯定东西 所以你吃的食物是什么 diet type 种类啊 食物的种类啊 因此要吃炸的 你不如吃这个 煮的 OK 煮炒就好 OK 像你要吃香蕉 是original 不要吃炸的咯 所以就分别很大咯 然后一般上吃的 吃东西是 lesser oil light的有 是steam的 去boil的 bake的 stir fry 吃的 煮的方式都是这样 这样你就不会肥胖咯 所以吃东西 你要注意你的 那个 食物的种类嘛 所以 calorie control 你控制calorie咯 然后你会有balance diet咯 然后呢 吃高 高纤维素的食物咯 纤维很重要 因为fiber很重要 fiber会帮助我们 清我们的肠 清我们血里面的 那个脂肪 soluble fiber 水溶性 所以 你要培养这样的习惯 生活习惯 就是呢 吃东西 就是像这样 这个是给你一个例子吧 吃东西 你吃饭 大概一粒 这个sop ball的量 一个小群头的量就可以了 很多人吃饭 吃大大碗 不要这样 你一定要培养出这个习惯 我们的细胞已经program了 一直喜欢吃多多的淀粉 要吃多多饭才会饱 其实不是的 你要想办法把你的脑的细胞 你的细胞重新编程 reprogram它 告诉他 我只吃一个小群头的饭 我都饱了 我够了 我不需要这么多淀粉 培养21天后 它就成为一个习惯 所以你要培养 low carbohydrate low fat diet的 这个生活习惯 这是第一个 这是他们做研究 研究 做研究 Nutrition and Metabolism研究 他们拿年纪比较大 因为年纪比较 他们的形成代谢比较低 如果他们看到效果 一般人都看到效果很好了 所以他们研究出来 你吃低淀粉的 低淀粉的食物呢 真的会减肥 拿到答案啊 你是低淀粉的 真的是减肥 result partition loss and average of 9.7 2% in total fat following 看到吗 基本上每个都减掉 2%的fat 看到吗 只减掉carbohydrate罢了 所以很净销的这个东西 第二 生活习惯要培养的第二 我在讲啊 body key不是叫你吃减肥就算了 body key 要你培养出生活方式 第二个 第一个生活方式是 你吃的东西 ok 吃的种类 食物的种类 你要注意 low carbohydrate low fats ok 第二是你用肠习惯 用肠习惯就是你吃东西 吃东西很重要 早餐不可以跳过去 你要吃早餐 你要吃早餐 为什么 clinical trial of 93 obesement 就是三个肥胖女人 those consume bob parolix at breakfast loss 2.5 times mall body weight 看到吗 那些肥胖的女人 她们有吃早餐 她们减肥 比一帮人 2.5倍高 看到吗 减掉的 减掉的那个重量 减掉的脂肪 所以不可以跳过肠 你一定要吃早餐 早前你不可以跳过肠 肚子不可以饿 我再讲你肚子一饿 你的脂肪就被烧掉了 所以do not skip meal 这边大大根治 你是用肠的习惯 第一个是食物的种类 你要损对来 第二用肠习惯 你要搞对来 这个是要培养出这个 培养出这个习惯来 ok 所以你一定要吃你的早餐 很重要的 所以你不可以skip meal 一定要吃早餐 不可以skip meal 你要多肠少吃 可以 多肠少吃 记得第一个食物种类 你要注意 Cut Low Carbohydrate Low Packs 第二就是你的 Milk Habits 用肠习惯 所以不可以跳过肠 所以要怎么样吃呢 用肠习惯 这三个重点在这边 记得 这三个 你的用肠习惯 就是managing your portion 控制食物的分量 多肠少吃 ok 不要一下吃大大一大肥 记得这三个钥匙 第一就是控制食物的分量 多肠少吃 ok 这个是你的饮食习惯 第二 No Skipping 不可以跳过任何一场 你一定要吃 你多肠少吃 但是不可以跳过任何一场 第三个钥匙就是 Essential 你摄取每天所需要的 要分岁 为什么 为什么在整个的过程 你一定需要Double X 你一定要吃Double X 你身体一定需要到 所有的维他命 矿物质 食物 营养 所以Double X 给你60种的营养素在里面 维他命矿物质 跟植物 一样 60种在里面 所以记得 这个就是你用肠的习惯 ok Mill Habit Mill Habit就是 第一 控制食物分量 managing portion 第二 不要跳过任何一场 No Skipping 第三 Essential Neutrum 你每一场 一定要吃足够的营养 所以你尽量的吃 蔬菜 水果 那些 然后你要吃Double X 清楚吗 这个很重要的 ok 所以你损这食物损对来 第二 你的用肠习惯做对来 千万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 或者电脑前面 一路吃一路做东西 一路吃一路抗戏 还是什么 这种是很不好的习惯 为什么呢 你注意那些人 拿一两罐Potato Jips 在电视 他们在看电视片集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两罐Potato 是吃到完 他们还不懂 吃吃吃 没有了 因为你看到紧张的时候 你会拨命的吃 所以这种是不对的习惯 或者是食物 食物吃 吃了停 吃了停 食物都冷了 还在吃 对你的肠道不好 所以一定要知道隐屈习惯 第二个 ok 没有habit 要搞对来 第三就是呢 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是运动 你一定要运动 You must exercise 所以很多 你会看到很多 在社交媒体 跟你讲 减肥不用运动 如何不用运动 都可以减肥 不用运动都可以减肥 你要明白 上帝造人的身体 是需要运动的 上帝造人的身体 是需要活动量的 所以大多数人 就不喜欢运动 不要运动 所以就加上很多的广告 不用运动都可以减肥 不用运动都可以酱 不用运动 所以人的脑被program 不要运动 不喜欢运动 所以不喜欢运动 更加的肯定 不需要运动 上帝造人的身体 是需要运动 需要活动量 运动很重要 运动帮助你的身体的代谢 它排掉毒素 你流汗怎么排掉 运动你跑 你跑步跑得很喘的时候 你会很大量 大力的呼吸 当你大力的呼吸的时候 把你里面肺的毒气 怎么排出来 排出来 第二点 大力的呼吸的时候 你的肺 肺的容量开始 正常掉 你呼吸比较好 然后呢 你的血液循环就很快 帮助你排到 帮助你排到身体 不需要的东西 像一些人如果吃很多药的 吃过很多药的了 你叫他喝多多的水 去做多多运动 给他排出来 那汗排出来 那些药在里面都会排出来 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于是 于是一点不舒服 医生给我的药 我不知道是那个 Steroid来了 他说这个可以这样讲 我就吃 不能吃的Steroid 我不知道吃 哇整个人不对劲了 所以后来我倒回找医生 我说你什么给我 是不是Steroid 他说是 我说哇这么讲 然后呢 我就怎么样 我就大量的运动 把它排出来 喝多多水 连续一个星期 喝多多水运动 从不排出来 人就OK了 因为我把那个药物排掉 化学排掉 所以运动很重要的 运动很重要的 你运动的时候 你呼吸很多的氧气进来 你看大多数人的呼吸不正常 没有什么呼吸 和呼吸很微小的 动一下动一下 真正呼吸是彼此进去 吸到往 然后从嘴巴放出来 这个才真正的呼吸 多少个人每一天这样呼吸 没有的 所以你运动的时候 你很闯的时候 你拨命的 彼此呼吸 嘴巴放下去 所以你的肺就干净掉 你的肺的容量就正常的 你的毒素被排掉 你的星辰代谢力提高 你的身体就开始 被腹面 revibe and refresh 你的身体 然后那个自由气 也从不被排掉等等 所以运动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要真正的 减你的脂肪 运动是一定要 所以你每天走 一万步可以减掉 三百八十卡路里 左右到四百 等你做那个 valley exercise 跟你讲过 堵囊运动或者腰围的 运动针对性 我给了你们很多video 找十个动作 每个动作做一百次 每一天十个动作 每个动作一百次 每一天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燃烧你的脂肪了 你一定要运动 所以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你一定要运动的 所以别只想而已 一定要行动 Don't just think Don't just wish 很多的video你们去看 怎么样做 第四点 第四点压力的水平 你要记得 要懂得输解压力 压力没有输解掉 你的身体的肾上线 这两粒东西 肾上线 它会生产的 Codyso Codyso hormone Codyso hormone会储藏 储藏那个脂肪 所以Codyso hormone 越多的话 你的脂肪会越多 所以压力刺激 肾上线生产Codyso 什么事情发生 引发饥饿感 你一直想要吃东西 一直想要吃东西 所以渴望吃甜的 包食 甜的跟包食 所以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注意你的压力 指数 你一直活在压力 所以运动就是帮助你 运动帮助你 疏解压力的 最好的 不是去抗息 不是去什么 运动散步也不是这么好的 运动是最好的 运动是疏解压力 No.1 OK 所以如果你没有 疏解压力 你的Codyso hormone 会带 你的生产Codyso hormone 会帮助你一直感 让你感觉 一直饥饿 然后一直渴望吃什么 吃甜的东西 一直想要吃 要吃 要吃 一直要吃了 这个就是你在压力之下 所以怎么样 就增加你的脂肪 所以你要懂得 要懂得 生活方式 要懂得 输解压力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 exercise是最好的 运动给输解你的压力 OK 所以压力之下呢 你看这个图片 爆吃 爆吃 就是这样的压力 所以运动帮助 输解压力 你一定要运动 OK 第五个钥匙 你一定要记得 记得啊 Bodykey是教你怎么样生活 教了你四个生活方式 第五个方式 就是睡眠 睡眠一定要从中 每一天要睡 七到八个小时 OK 七到八个小时 你一定要睡到够 所以你如果晚上睡不到 七个小时 你白天睡多两个小时 或者多一两个小时 补回来咯 一天要七个小时 而且你睡觉不可以有钢 不要睡觉起身 睡一下起 睡一下起 这种就不好了 这我们讲的是什么 sleeping quality 睡眠的那个质量 OK 睡眠的质量 quality 我们讲的是quality 有吗 sangu quality sleep 所以你的睡眠很重要 时间长短有关系 品质有关系 所以你如果可以一睡下去 到天亮那个是最美的 因为当你在睡到很沉落的时候 身体能够帮助你 恢复修复 恢复 你的脑下垂直会生 会生出那个HGH HGH会帮助你防脑回头 帮助你的身体 恢复健康 恢复年轻 明白吗 所以这帮助你排度 睡觉的时候身体做工了 所以你需要睡觉 而且要睡得很好 那些睡一下起 睡一下起 没有睡好好的 反正压力就低潮了 所以睡眠的quality很好 一定要研究显示 睡眠缺乏的睡眠数字差 将增加200到500cal 也直接影响当天减少活动量 减少cal 所以你睡得不好 你不想运动 你不想运动 你睡得不好 已经增加200到500cal 对不对 你又不想运动 就更死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 生活习惯要改变 所以这个睡眠 一定要睡长时间 而且一定要有顾夸的电 然后睡眠之前不要看电话 对不对 现在的人都是按电话 睡眠自己按电话 你的眼睛跳动太厉害 因为它的辐射 你一直看 你的眼球跳得太厉害 所以等下你一下睡不到了 然后会影响你睡眠的数字 睡的时候 有时候你睡觉 其实好像没有睡到 因为你的眼睛跳动太厉害 在睡觉前 不要看手机 记得 不要看手机 睡觉前把手机关掉 不要看手机去睡觉 记得 OK 不要影响你的睡眠数字 然后最后一个一定要记得 这个我要再强调一个 就是心态思想 Your mindset is very important 刚才一开始就跟你讲的 心态很重要的 而减肥 你的心态一定要正确 心态不正确 你减不到肥的 You got to have the right 一个人如果要减肥 然后一直跟他 怎么减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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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这样子想 你把你的基础犯 你的潜在意识 收到是什么 都是 为什么减不到 所以他会确定 你减不到 我教过你们 教过你们 这个信息 讲到你的思想 我不讲在这边 所以你要确定 思想要 心态要自己 所以你要减肥 你要focus在 我要减掉几多 我要减掉几多 如果你一两天 没有减到很多的时候 你就要马上检讨一下自己 我有没有运动 我有没有认真在做运动 有没有认真 每个动作做 100下认真在做 有吗 我食物有注意吗 食物的种类有注意吗 我饮食习惯有注意吗 我有没有运动 我运动量够不够 我的压力有没有疏解掉 明白吗 一有什么不对 你就检查一下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然后你在调整的 清楚没有 Ultimate Success Formula 最终成功的方程式就是 你做一个东西 你说我这样做 做做做 然后做了以后 你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可是他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你要赶快检讨 检讨一下哪里出错 然后调整它 然后再重新来 再做过 在做过的时候 还有问题 再重新调整 你一定要调整 调整 调整几次 你一定达到目标的 这个叫Ultimate Success Formula Tony Robbins 教的 所以你的心态要积极 你要focus在 我可以剪得到 我能够剪得到 我要剪得到 如果你要看到 你可以甚至找一张图片 有马甲 女孩子 有马甲 一些男生 可能有健壮的 Mustle Six Packer 你找一个图片 放在你的房间里面 然后每天看那个图片 然后告诉你 这个是我的目标 这个是我的目标 这个是我45天的目标 这个是我30天的目标 这个是我60天的目标 你按照你的目标 一直看 你说这个是我的目标 我45天后 变成这样一个了 每天这样看 你再跟你的潜在意识 给他很清楚的指示 45天后 我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会推动你去做运动 推动你去做 所以心态很重要 心态决定你的意志 你要有很强的意志 很多人一直做不到 因为还不够痛 很多人做不到 因为他不觉得重要 我问你 很简单 如果一个肥胖的人 你一直叫他减肥 可以啦 可以啦 然后一直推上 推是推老 推老 很多个月都不理他 忽然间一点倒下去 被送进医院 然后医生跟他讲 哇 你有轻微的中风 轻微的中风 现在我问你 这个人如果从医院出来了 你叫他开始认真的减肥 你说他会吗 他一定会的 因为他看到痛 他看到他们在死亡的边界 人很奇怪 不见棺材 不流泪 不看到棺材 不紧张 很多人是这样的 很奇怪 人的就是这样的 好像在赌团大大的 赌团社会大一些 在VC的肥胖都超过15 16 那个都是危险的 到20就会倒下去 就会死掉的2020以上 很危险的话 因为血管内脏脂肪太多了 很多人都不理 很多人都不管 大多数要等到 倒下去进入医院 才刚硬后悔的 千万不要这样 所以 我要讲的是这个 很多人的思想 不积极为什么 因为还不够痛 当你不够痛的话 你的意志就很弱 你的意志是要做不做 要做不做 碰到一点问题 你就想要放弃 因为你不够痛 当你真的很痛的时候 进了医院 谈在那边医生说 如果你再不想办法 剪掉你的重量 你可能会中风 现在你已经轻微了 已经20% 30%中风了 你再不想办法 剪掉 你会进入一个状态 可能半生不随 一世人就是植物人 当一个人听到 这样的东西 他就怕 他现在痛就很痛了 他就会想办法去剪 听得懂吗 不要等到 你很痛的时候 你才去检查太迟了 所以明白吗 你的思想 一定要积极的 你要看对的东西 你要program自己 我要减肥 我一定可以减得到 我要在21天 30天 45天 60天 我要减掉 几多个kg 我要减掉几多 %的脂肪 几多kg的脂肪 你一定要定这个目标 然后积极地 专注在这个 所以你的意志 要很坚强 记得 做到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 检讨一下 问题出在 如果你不懂检讨 不知道怎么样检讨 你可以来问我 我可以看你的数字 我可以教你 你不问不讲 我就以为你ok 你要懂得问 所以你们在group里面 你们要懂得问 你不问不讲 我不懂你有什么问题 明白吗 所以我教不到你 我帮不到你 你check一下 你的指数有什么不清楚 你就要问 一定要问 一定要问 耶稣说 ask you will find seek you shall find ask you shall be given is seek you shall find not the door will be open you must ask 你要问 ok 所以六个方面 记得这六方面 一定要记得这六方面 很重要的 ok 你要有 你要有 要记得良好的用场习惯 记得 你的食物的种类 食物的种类 第一 第二点 饮食习惯 你要对正确饮食习惯 第三点 你的睡眠要充足 一定要充足 ok 管理第四 第四点 你要运动 记得吗 运动 然后呢 你要有 你要有 输解压力 你要懂得输解 运动是最好 然后第六 就是你要有 自己的形态 记得这六方面 所以我总结这边 再提醒大家 body key 不是叫你 不是叫你买一大堆的 保健品 吃了 帮你减肥 这样罢了的 不是 肯定我跟你讲 你单单吃 那个 exex inite green trim body key 这几样东西 你拨命的吃 它也会帮你 减掉一些重量 肯定的 就算没有 没有什么 运动的东西 会减掉一部分 但它不是很厉害 问题在这边 你一定要记得 你吃什么东西 减掉 减掉 但是过后 还是复胖的 所以我们 body key 提倡一个东西 就是 你要培养 做正确的生活习惯 这样呢 你兼了肥 你就不会复胖 ok 我就讲这么多 今天 ok 上帝 祝福你们 God bless you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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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